嗨,各位小草茶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你 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 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 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 请可以给五星好评加留言 然后你可以透过斗内的方式 请我们喝一杯珍珠奶茶 各位奶茶阿淑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奶茶传教室 土公子含义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冷的一天 那我推荐一款 比较不同的特调的锅竹奶茶给各位 那这个锅竹奶茶其实是有酒的 所以它是一种微醺的滋味 我们大部分在外面称呼它的名字 我在外面是叫它黄金威士忌奶酒 或是黄金威士忌锅竹奶茶 它有做成Cocktail这种调酒的版本 有茶调酒的版本 也有这种热甜酒的一个版本 那煮出来香气 但又带有酒香的锅竹奶茶 是一款比较特别的特调 那基于本来的英式跟欧式鲜奶茶基础 那我们可以呢 一样是先准备了我们该要有的器材 大概在我们前面的这个介绍时间 要先跟各位介绍我们要准备哪一些的东西 那要先准备一把16公分的单把这个奶茶锅 其实就是一公升的容量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把奶茶锅先准备好 来一把奶茶锅 好然后呢我们还要准备的是 有这个法兰容的滤网 一个滤网 那法兰容滤网呢是帮助你们 滤茶叶跟滤茶渣的 还有呢我们要准备的是 我们有一个搅拌棒 是一个汤匙的形状 大概也就是20公分到30公分的一个搅拌池 方便你们搅拌你们所有的牛奶 跟搅拌你们的茶还有糖来使用 还有一个呢是需要各位准备了 两个凉杯 这两个凉杯呢都是500cc的凉杯 那500cc的凉杯呢是给各位一个是装水 就是身影的常温水 还有一个是装牛奶的 然后呢我们还要准备的一个是 我们的电子秤 然后呢你可以来衡量你的茶 以及你的香料 然后还有呢你的糖的一个组合 那这一个的成品的概念呢 会是类似一个比较奢华的一个杯子里面 装着有散发奶香的热酒 那它会有一点点装饰 若是情况允许的朋友 还可以用奶泡机 或是呢打奶泡的 做出绵密的奶泡 当作一个他们上层的一个装饰品 好那我就来介绍一下 今天除了器具以外 要准备哪些食材 这个食材的部分呢 一样我们先讲茶叶 我们这边要准备的CTC红茶 是10克的CTC红茶 我们只要准备10克就很够了哦 这个红茶呢是一个比较泛用的红茶 那我现在面前的这些 是一颗一颗的小颗粒状的CTC 那这种红茶若是各位不知道的话 可以在网上搜寻CTC红茶 可以找到这种红茶的介绍 我也有写过专文介绍它 那这一支我现在面前这个是来自于 阿萨姆省 贝尔瑟瑞庄园的一款精品的CTC 它是有机庄园的 那来做过水奶茶风味比较好 比较纯净且干净透彻 准备桂花 黄金桂或白桂花都可以准备0.3克 非常少那是装饰品 0.3克的桂花 以及呢我们要做的是微糖嘛 所以是15克的糖 那糖的部分我们一样选择红糖就好了 如果是你想要奢华一点可以换其他的糖 那我们先用红糖这个最基础的版本 再来呢我们的牛奶 我先拿一个凉杯 我们来装牛奶 牛奶呢我们要装的量呢是 150cc 好150cc的牛奶 那这边的牛奶用鲜奶 一般的鲜奶就好了 那这次我示范的时候是使用初度鲜奶 好 还有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凉杯 我们要装水哦 我们装我们的生银水 要装的量是450cc 好 那你已经准备了 呃我们的牛奶跟水的话 你面前应该会跟我一样 好有这个150cc的冰牛奶 还有450cc的身影的常温水 那还有刚刚讲的这些原物料 包含茶、糖跟花 那因为我们是做热甜酒、热奶酒 我们还要准备的是威士忌 威士忌的话就是这一个配方的灵魂了 因为威士忌的香气非常的讨喜 有些人可以品味出威士忌的不同的层次 在这样的热甜酒中 威士忌扮演的蛮像是画龙点睛的效果 那我这次呢准备的是示范的是 用三只猴子的威士忌 那我自己历年来在烹煮的时候 比较满意的是格兰利威和格兰菲迪的 12年或15年左右的威士忌 那不管怎样有取得到威士忌都可以 那你们可以选择大概30cc的威士忌 当作这一次的使用量 那若是你怕会喝醉的朋友 你可以等一下煮酒一点 让他的那个酒精挥发 你只要留下威士忌的风味就好了 那若是呢你是喜欢醉一点的 你可以威士忌的斟酌多加一些 那加多少量就看个人了 那我会推荐装30cc 那30cc若是你不会很凉的话 你可以使用的是两酒器 两酒杯 大概就是你找short杯也可以 一次就是最小的30cc的量 不要太多 这样你喝起来就会没有那么负担 烹煮的环节 烹煮这一个威士忌了解的速度会蛮快 所以说我们前面介绍比较久 一样先开火 开火以后把你的锅子上锅 但是火是以小火 就是炉心火为主 准备好炉心火以后呢 你的锅子应该有一点点预热 在你预热锅子的时候 倒下你的CTC红茶 倒下CTC红茶的时候呢 要做一点小小的翻炒 像这样 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摇换它大概是15秒左右的时间 你会闻到它的茶香有点烘烤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呢 把我们的声音水加入其中 会有一点点声音不要怕 好 那加入声音水以后呢 这一个的锅煮的一个状况是 我们拥有了茶跟水 好在锅子里面慢慢的熬煮 所以说也是最小的火 那刚开始因为我们刚开始使用的这个茶油炒过 所以香气你一下去水 应该马上就可以闻得到了 那也不用急的去 特别去搅拌它 先看一下它的状况 你先闻一次第一次的香气 你应该会闻到一些木质香 然后有一点青草的味道 那这时候取起你的搅拌汤匙 然后呢你把搅拌汤匙请插到底 就是呢锅子的最底部要碰触到 但你不用刮锅子 但是有碰触到锅底 然后呢顺时针的 现在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以这样的速度去搅拌 那维持它大概 我们要搅拌总共20圈的这个时间 让它均匀的把里面的茶跟茶汤融合在一起 现在我的面前的这一个茶叶跟茶汤的颜色 还是可以透到底的 就是呢它还是淡淡的红色 那这样的清爽的像红宝石的红色呢 我们在持续的搅拌的过程 以加热的过程中 现在呢现在已经慢慢的 这个我们的火啊 在烹煮的过程里面 慢慢的烟已经有点飘出来了 香气也慢慢的改变 那你边搅拌 你可以去边闻它的香气 大概是我现在讲话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大概一分半到两分钟的时候 会接近有一点点沸腾 但是又还没沸腾的状况 我们可以先闻一下它的香气 你会发现它的果实味已经跑出来了 在这个有果实味的情况下 是比较适合加入牛奶的一个味道 如果是你们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多搅拌几次 搅拌的越多 滋味越足 做威士忌的锅煮奶茶的时候 其实茶叶煮的浓与淡 是非常个人喜好的 我这边推荐的时间是煮三分钟 那不搅拌三分钟 你搅拌可以煮的快一点点 那我现在刚才有搅拌的 我大概落在两分半的时候 我现在做一个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要加牛奶咯 现在呢取起你们的牛奶 你们的量杯里面应该有150cc的牛奶 然后沿着锅园的边边 然后一口气把所有的牛奶注入其中 倒下去以后你会发现茶跟牛奶的颜色 已经完整融合了 这个时间点上 你会看到有一点点 慢慢有点气泡 还有一些边缘的 微微的那个水的流动 这都是正常的 那倒下去牛奶的时候 小心不要让你的这个锅子煮太久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小火 然后不要让它沸腾 那这个烹煮的时间大概落在五分钟的时候 会是比较恰当的时间点 那我们呢 以帮准备好的糖 这时候其实就可以跟得下去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15克的糖取出 然后放入我们的锅子之中 再拿起你的搅拌棒 做第二次的搅拌 这个次的搅拌最主要是把糖跟你的奶茶做一个完美的软和 这样你的一个基底的浓奶茶就已经完成了 这边的步骤呢 跟英式奶茶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烹煮的时候要加最后一段我们要加入的 然后再边搅拌的过程里面 我们除了加入了酒 就是刚刚我们在最前面准备的30cc的威士忌 好我们现在加入30cc的威士忌 然后边搅拌哦 好加入30cc威士忌以后 我们再把你有准备好的0.3克的桂花 大概全部都加下去 留一点点等一下装饰用就好了 好那我们全部加下去 好大概留个0.01 0.01 反正一点点 就是大概五六朵装饰就好了 好我们加下去一起搅拌 好 哇这个酒香已经上出来了 好那这时候应该整个锅子是还没有沸腾的状况 然后有一点点白色的泡泡 就是奶跟茶组合的泡泡在表面 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汤匙在表面的状况快速的旋转 请不要把汤匙插太深哦 是在表面快速的旋转 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它降温 然后把酒充分的融合 这样煮完以后酒可以散掉比较多 一面你喝完马上醉了 那这个时间点大概是6分钟到7分钟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会推荐各位 如果你爱喝酒的刚刚加多一些 那若是你怕的就会醉的朋友 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大概是90秒的时间是最适合的 好现在我们大概烹熟到这个阶段 就是它没有沸腾 然后有一点点茶叶浮起来的状况 然后你也闻到酒香散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把小火关掉 像这样 关完火以后盖上你的盖子 但是请不要全盖哦 用拌盖的方式去让它有一点点散出来香气 因为它这样会有一些酒的挥发 会让你的那个香气更圆润柔和一些 好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可以准备去装你的盘子 还有洗你的所有的器具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台面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台面整理 台面整理是需要准备一把你要的壶 还有呢你需要的过滤的网 台面上面刚刚若是有水质了 那才干净哦 那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让它可以在整个锅子里面有点闷蒸的感觉 把所有的茶味更浓郁的释放出来 好在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壶跟滤网的时候 你的滤网呢跟壶呢 我会建议呢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你还在等嘛 对不对 所以说请用你的热水 热水壶 或是你煮可以用开饮机 大开饮机就可以 先用热水烫一下你的滤网跟你的茶壶 这样可以保持你的茶壶跟你的滤网是干净的 没有异味的 而且呢会有一些温度 但你的壶有温度的话 你等一下加入你的锅子奶茶才不会变凉 然后导致你会喝起来不够满意 而且呢通常壶啊或者是你的器具啊要做一些清理 因为里面有残渣 好我现在都准备好了我的壶啊滤网啊 跟我的锅子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在一旁齁 现在把你盖子拿起来 盖子先放到你的洗手槽去 好你现在呢面前应该会跟我一样 拥有了一把壶 然后上面有一个法兰隆的滤网 你的这个锅子奶茶已经煮好在冒烟 然后在一旁等待 你现在呢面前应该还有一个桂花 是等一下要装杯的时候 装饰使用的桂花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把茶汤滤出来 拿起你的单把锅 然后拿起你一拙手拿你的滤网 好我们开始滤茶咯 好一样 若是你滤完了你的滤网应该还在滴水 所以说你把你的滤网呢放进你的锅子 然后把整个锅子放进你的洗手槽 然后一台 然后等下再一起清洗 那若是呢像我现在是倒的还蛮干净 我就没有什么流出来在台面上的问题 然后仍然呢若是你有这个需要的话 还是拿你的成金纸 把你的整个壶啊擦拭一下 这样储备会比较漂亮 好这样装杯完毕 你就可以把盖子盖起来咯 好盖子盖起来以后呢 再找好你刚刚准备已久的 这个西式一杯一盘 今天我准备的西式一杯一盘 是Paregon 这个奢侈式品牌 它是专门做古池的 一杯一盘 还有像金边的 非常漂亮 好那我们要准备把它出杯 出杯呢 一样呢就是呢 用一只手拿你的壶嘛 然后呢倒进你的杯子里面 这样就完成咯 到七分满到八分满左右就够了 不要太满 好我们还没有完咯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桂花对不对 呃我在这一个我们的封面 有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呢就是呢拿桂花再加上奶泡 然后还有再加上棉花糖的一个组合 那今天呢我在示范的时候没有棉花糖 我们就直接下桂花 只要桂花则0.3克一点点就好了 像这样放一点点进去 做个装饰就可以完成出杯了 那你喝的时候呢小心烫 然后呢你会有桂花香 以及威士忌跟莱姆酒的香气叠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适合冬日的时候 喝的一个温暖型的锅树奶茶 好我是你们的奶茶传教士 我是图公子韩逸 欢迎下次的收听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节目 让你非常的喜欢 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 或者是呢留言 然后或者按赞以分享 然后你们也可以用donate的方式 给我们一杯珍珠奶茶